HELLO,大家好,我是小盧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富士通905i的手機 這款手機呢,白色的機身透出LED燈的冷光 那下面的小光光呢,它會顯示時間、日期、收訊以及電量的那些簡單的小提示 那它的相機鏡頭呢,是320萬畫素 特別的功能呢,是有自動對焦 不過它很可惜的地方是,它並沒有閃光燈的補助 那機身的背面呢,這邊呢,擁有指紋辨識的功能 不用擔心,乘關係事件會發生喔 那像你自己的電話簿、簡訊等所有的個人資料都不會被別人發現喔 現在呢,讓我來為大家介紹螢幕的部分 3.2吋的大螢幕呢,還可以180度雙向旋轉喔 螢幕的解析度啊,很不錯 而且是1670萬畫色 色彩更鮮豔、更清晰 那有一個很特別的部分啊 當螢幕向左的時候,會進入相機功能 那另外,當螢幕向右的時候啊 它會出現攝影的功能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啊 接下來呢,要來跟大家介紹它其他的功能 就是它二維條碼的辨識 直接按下左下角的按鍵 再拿出二維條碼 這樣子即可辨識二維條碼 不過呢,這個在日本是比較常見的啦 在台灣就不是很普及的囉 這支手機呢,3.2吋的大螢幕 讓我在看影片的時候啊 感覺都超棒的 那它最特別的是螢幕雙旋轉的功能 真的是非常特別的 很可惜的是 現在啊,只有白色的機款 它沒有任何顏色 那不過沒關係 這樣日本當紅啊,木生拓哉都有了 我怎麼可以沒有呢